我是Grace 然後這是Jerry Jerry 你好你好 我們等一下會拍攝 然後可能房間過程然後會拍照 好 最後可能會 你還要擺拍一下 你要擺拍 我應該要穿西裝 所以那個真的是一間房間嗎 對啊要成關嗎 好酷喔 超級 應該是每個就我們辦公室都有這樣子 喔真的喔 有直通納米啊 哈哈哈 沒有 那個 這是獅子嗎 哈哈哈 戴上VR 超級無敵酷 真的 所以 你如果等一下可以看見柔衣的需要嗎 好 好 主要拍了 OK 好 好 就直接 OK我們就OK 好 通常都是 攝影朋友要先OK 對 七四五光啊 對啊 我只有大概七十兩萬 不會二萬 二十七千 今天其實基本上比較像是 比較不像是一個採訪 比較像是我們想要先詢問一下就是 唐正偉對於就是擁在做的幾個計畫裡面的一些整個趨勢的一個觀察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當然最有興趣的是這樣前一陣子你在那個媒體上有發表就是說今年的九月份會有一個新的課程在台灣的教育系統裡面 基本上是跟媒體的真實性的一個判斷的一個教育課程有關 那其實TELEX這幾年在做七八年的這個平台的一個觀念分享的時候我們漸漸的對於教育這個觀點其實越來越多著重 對主要是每一個TELEX在每一個地區都有他們自己的專屬性跟他們的特性 那我們這幾年在台灣做這個社群跟什麼知識的一個收集發現說其實教育這一塊是我們是希望能夠完注的 對於楊正偉在這個新的計畫上我們希望能夠知道多一點就是這個新的計畫就是所謂 因為我好像沒有看到一個名字這課程還沒有名字對不對 對我想這裡有一些事實性的要先澄清就是說這個叫做媒體素養 然後但是在新的就是十二年國教裡面它是跟就是資訊科技素養是在一起的 所以對我們來講就是說不是說資訊科技是上電腦課媒體素養是上媒體課不是這樣 新的客康設計它是以素養導向就是每一個人它就是應該有三個觀念九個素養 然後呢學校的目的不是要訓練特別的能力 而是只是透過這些能力的發展來把人的素養發展好 那這個跟以前就是有客康指引能力導向是不一樣的想法 那所以就是說不是要上一個資訊課或者上一個媒體課 而是在上國文數學英文所有這些的時候 都要融入資訊跟媒體素養的部分 也就是說這個是在教材教法上面對老師或對學校的要求 這個不是說我們要加開一門課給學生叫做媒體素養 對所以在這堂課裡面主要是會 所以不是技能的培養而是它是一個思考性 所以這不是一堂課 對 這是改變我們教他比較說國文的方法 教英文的方法或者教科技領域的方法或教歷史的方法 那其實媒體素養裡面我看最重要的就是批判思考 就是critical thinking 那但是批判思考如果不結合資訊訊科技 那其實你沒有辦法找到其他的觀點 對你就是能靠旁邊的人跟你講的話 對那所以我想這兩個結合其實是很好的 然後所以這個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現在我們就算不規劃科考也已經是這樣 老師在台上講 學生在台下用手機查說這個維基百科長不是這樣寫的 對不對 那這樣就是有critical thinking 那當然需要問題是說教師它是站在這個的對裡面 還是它是站到學生裡面去跟學生一起學 然後一起試著引發學生批判思考的能力 而不是說老師變成被批判的對象 這樣子 那所以這個是一個心態上以及課程教材教法上面的一個調整 所以如果你要找關鍵詞的話 可能就是找媒體素養融入教學 你就會看到各校的老師正在開發新的教材教案 來應用這種素養導向的教學 所以它不是一門課 那它之後如果你在台灣教育系統裡面出現的話 它會是什麼樣貌 就像它不是一個另外的出來的課程 對 會是融入各個教材的一個方式 它就會影響到首先當然就是書商來編寫教課書的方式 然後大考中心的評量方式 每一個學校會有自己的課發會 所以那個學校課發會安排什麼課程的方式 那我們現在是把選秀移到高中 所以不管是技術高中或者是綜合或普通高中 它會有一些每個高中的特色課程 這個時候這個學校可能就是說 哲學是我的特色課程 你來我的學校就是一定要學哲學 那這樣它就可以再用 不是很多人說法國的那一套嗎 來教大家批判思考能力 那樣的話也許有專門的課 可是那個就是學校決定的 而不是我們他們課發會決定的 對 所以這個不會是只有在高中會進行 對 這是K12 就是從小學開始 OK 那其實那時候我在做這個方面的一個報道的研讀的時候 其實我有發現說批判思考這個怎麼講 它不是一個進人 但它是一個素養 它是一個素養 這個素養現在會想要把它融入到現在的課綱裡 是因為以前是沒有這樣子的一個怎麼講 對 一個風氣嗎 對 因為以前的重點仍然是 就久久課綱當然已經好很多 它已經不是硬是教育 就是要考試而教 可是它畢竟還是一個教育 也就是說是 它是我們以前叫做剛性的一種東西 就是說任何受過12年國教的人 我們希望他具備哪些能力 18歲的孩子出來之後 他要能夠適應怎麼怎麼樣的社會這樣子 那但是到了新課綱 首先就是我們放棄了這樣一種 就是12年後的世界是什麼 我們可以預測的這種先知性的這種想法 我們身上不能了 那有些學們也許12年之後就消失了 我們現在沒有辦法預測 但我們能夠知道的是說 讓學生保持就是終身學習的自發性 保持能夠跟人互動的這個能力素養 包含平安技巧 然後跟包含所謂共好 就是說在跟自己很不同的人 也能夠相處能夠一起做事的這些素養 這個不管世界變得怎麼樣 只要還有人類文明 這個就是重要的 所以這個就是新課綱的想法 就是說我們不是去培養特定的能力 那這個如果要看的話 其實在那個12年國教總綱裡面 有非常清楚的一個描寫 也就是說你在這邊看不到任何科目 但是他就是希望說經過12年 小孩有這些素養 但是每個人表現這些素養的方法 每個人都不一樣 唐靖遠 您覺得就是這個素養是在 譬如說我們都講說 台灣的教育都在整個課堂上 它是一個感想性的一個授課方式 所以往往好像這樣的素養 是比較發現不出來的 那可是我們接下來就是像科技啊 還有等等大家用網路的習慣 其他能夠發表言論跟去互動的 這樣子的一個形式開始出現了 那在 因為你們在這方面 其實是觀察很多的 您覺得它是一個 一直都是一個隱性的素養 還是說因為這樣子 資訊的一個開放 以及科技的一個發達 讓這些事情變得更有可能去發生 以台灣來講的話 因為我們其實戒嚴這個時代 這個素養的反面是被鼓勵的 對不對 就是服從為負責之本 孝順為其家之本 什麼之類的那些東西 那我覺得當然比我年輕一輩的人 就很幸運 因為他們腦裡沒有那些東西 可是還有那些戒嚴時代的東西的時候 其實是不太可能去培養 批判思考的素養的 這並不是科技的問題 這是政治體制的問題 對 就是說想要批判素養的人 要嘛就出國了嘛 要嘛就可能會被消失 所以我會覺得是說 我們整個社會都還在學習 就是不管是這邊所講的 就是怎麼樣比較好的去 就是所謂的公民意識 或者是說怎麼樣好的去運用科技資訊 來做批判思考這些媒體素養 我覺得或者是這個有多遠文化的國際理解 特別是這三個 我覺得都是在以前的建言體制底下 是被打壓的 它是沒有辦法去培養的 那所以這個意思也就是說 老一輩的老師自己在成長的時候 並不是用這樣子的方式 所以與其說隱而不現 我更會是說它是不允許被發生 嗯嗯嗯嗯 對 現在的話的確是 大家有這樣子的一個機會 可以更多的批判性思考的一個空間 那 嗯 嗯 都會有點忘記 批判性了 來 對 嗯 因為我 我在讀一個一個就是 剛好就是 當中有說謊的一個報導 就是講說 其實言論自由跟批判性思考 是不是它是有一個關聯性的 那 嗯 可是我們在想這個批判性思考的時候 然後好像或許在台灣這個批判性思考的這個 嗯 那個素養它 嗯 跟言論自由它好像 它是對等關係嗎 當然 當然 那會不會有矛盾的地方 沒有啊 因為你要有批判性思考 你當然就要先聽到跟你意見不同的人的聲音 嗯 不然你怎麼進行批判性思考 對 你總得聽到多方的意見才能去做批判啊 嗯 但是如果沒有言論自由的話 就只能聽到一方的意見 嗯 那樣子根本沒有批判性思考存在的空間嘛 所以 言論自由當然是大前提 嗯 對 然後接下來就是說 如果有言論自由 但是沒有這個思考 嗯 那其實那就只有批判 對 那也不叫批判性思考 那個就是批判而已 對 所以我覺得說行使言論自由 本來每個人在發出言論的時候 他是不是思考過 然後提出有價值的批判 別人會覺得喔 這個觀點我之前沒有想過 對 還是說他只是就是批判 嗯 但是其實並沒有幫助大家思考 嗯 這個是差很多的 嗯 所以我覺得言論自由對批判性思考是第一次加強 嗯 但是它是建立在就是有思考 嗯 然後有自由 嗯 的這個前提 不然的話你就只有言論跟批判 對 因為其實 嗯 因為常常會聽說 好像就是在 在網路上大家能夠發言的 一個空間是變很大的 反正你在去過濾那個資訊的時候 他那個這個思考的素養是很重要的 嗯 那唐先生您覺得這幾年 台灣就是大家在使用這些言論相關的工具 嗯 是有在進步當中嗎 就是在這個所謂批判性思考的這個素養當中 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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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看到一個大的公共議題 嗯 各方的言論的出現 然後 共識的凝聚 時事的發現等等 其實它的那個自組織的能力都 都比我小時候的公民社會好非常多 這個是確定的 嗯 嗯 那另外一話想請問的是說 就是 因為我知道Polis其實 就是唐宗偉在這方面的那個 他的那個 他很順行 那 可是這個工具好像在台灣 會使用這個工具的人 他現在是 在您的觀察上 是很 是怎麼講 很普遍的嘛 因為大家好像多少都聽過這個工具 對 對 但是會使用的那個群體 您覺得他 現在使用的人夠多嗎 我永遠都不夠多啊 怎麼這樣子講 對不對 因為這個工具 它有適合的題目 跟沒有那麼適合的題目 如果一個題目他怎麼講 他能夠觸及到的人 大部分都是同一個意見 然後呢 持不同意見的人 其實並沒有上網打字的習慣 嗯 那這樣的話其實他是討論不起來的 嗯 那所以說其實他討論的東西 多多少少還是在 就像您剛才說的 就是在這種公共的網路言論空間裡面 本來就習慣於意見交鋒 對 的朋友然後可能在兩種價值 或多種價值中間 想找到一個平衡 那這個時候 確實有些朋友就會反射性的去開一個Police 那這個我覺得也是有 而且人數觸及率也很高 嗯 像之前隨機殺人的時候 其實也是非常多人 上Police討論死刑存廢的問題 嗯 那我想Police有一個好處 就是他讓大家看到說 就算我們男人北撤的 被一些問題 這個有所分歧的價值啊 但是分歧的人還是對事情有共識 好比像說 大家最後的共識就是 不管有沒有死刑 跟隨機殺人出現率 當然沒什麼關係 這個不管是支持還是反對死刑的人 都 都是同意的 那但是一般的討論工具 比較困難 因為大家的注意力會花在 大家最不像的部分 他不會去大家一起發現 其實我們還是有一些相同的部分 所以我想人數它是穩定的在增加的 那但是我們不會覺得說這個工具是治白病 也沒有這種事情 嗯 像這樣子的一個就是所謂意見收集的工具來講的話 台灣現在發展的情況以及在其他國家發展的情況 是站在什麼樣子的位置 因為像是我們想說可能美國的這個言論平台上 他們可能在這樣子的一個Police使用上 是比台灣的民眾上使用的更普遍嗎 還是在國際上的一個情勢是什麼樣子 其實我們是最早用Police去真正討論 就是有居處的一個公共議題的地方 就是在Uber案的時候 所以當然我們是early adopter 如果你專門講這個工具 但是在各國其實也有性質類似的工具 他們就像說馬德利有那個Beside 然後在冰島他們也有自己的工具 美國在從佔領華爾街開始就有類似的工具 所以其實就是我覺得我們不是看單一的工具 而是說大家碰到社會有爭執的時候 是不是能夠反射性的去開一個 不是讓大家越吵越兇 而是有可能一具公式的一個空間出來 那我想這個跟佔領運動的發展很有關係 就是當佔領運動它是和平的落寞 像在台灣或像是在西班牙 或者甚至是圓滿的落寞的時候 那佔領後的人之間會有一種互信 就是大家會發現說相信陌生人不錯 其實一開始意見不同 我們可以看出一個結果來 對 但是如果佔領運動到最後大家是感到沮喪的 或是感到實際上沒有幫助的 那其實對陌生人可能就沒有那麼強的一個 那我們就可以一起來討論實際的公共討論的氣氛 所以我覺得這確實是 也是看就是每一個不同的地區 在佔領的那一波的時候 對於這些網路工具的態度是什麼 這樣子的一個言論討論工具在台灣 您覺得它是會有什麼樣子的發展 我覺得我自己當然最在意的還是怎麼樣去討論一些 不是完全用文字就可以描述的議題 然後好比像說一個公園這個地方要怎麼樣去建造 或我們最近在做空總的那個社會創新基地 好比像說槍拆掉最後感覺會怎麼樣之類 那這些東西其實它用文字是沒有辦法輸的 那當然你可以看一些PowerPoint 可是事實上沒有辦法比得上去現場走一遭 那但是就是說 這就是為什麼台灣的社區圈的討論 很多是建立在共同的感受 可是台北的共同感受跟花蓮的共同感受 跟高雄的共同感受 台中的其實是不一樣的 他們的起性質也不一樣 他們在農田裡更做相關的社區 跟就是弱勢輔助這個殘障老人的社區 這些都是不同的感覺 那所以我們如果完全用文字來描述 那就會面臨到一個就是說文字所描述的第一手紀念 其實參加的人不一定都有的這樣的情況 那我們之前之所以討論 好比像說Uber 是比較能夠收電是因為大家都打過車 然後就算沒有開過車 大家知道開車是怎麼回事 但是站在同一個感受的基礎上 但是像空總或者是其他就比較困難 我們還是得去那個現場 所以接下來我們會想要做的就是 可能透過VR的技術 或者是其他的新的技術 去讓討論是可以你在遠端 就是你可能帶一個什麼carboard之類的 那就可以進入哪個地方 在哪個地方討論 大家更多的機遇相同的感受 然後更多的能夠感同身受 然後再來寫字 這樣子比較有意義 這個計畫它可能會長成的樣貌 是可以透露的嗎 可以透露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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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露的可以參加 那個我們每個禮拜三都有黑客松 所以 那當然有一個網站叫HoloPolis 點Polis 點台灣 所以它當然有一些 有一些早期的Prototype 然後有一些 有一些客 然後之類 不過我想這個就是會後參閱吧 因為這些都還是很早期的東西 但是大部分的一些Grainstorming 想像這些在這上面都有 講到感受這個 就是您曾經在一個報稿上面 是有講說其實很多的言論 應該說在批判心思考 以及去decipher這個 怎麼講 去新聞的真實性 以及資訊的真實性這件事情 如果把感受跟情感放在裡面的話 很容易會去讓你去沒有辦法很 很中立的去判斷 就是 因為您之前在一個報導裡面 好像講說emotional這件事情 emotional的言論 其實它或許在資訊上的一個判斷 不是這麼的這麼的有效是嗎 沒有說過 沒有說過嗎 OK好 那可能是我看錯 那回到就是我們剛剛講到 就是您說的這個課綱的這個部分 今年9月份就會開始 所以在任何一個課綱的規劃上 其實都是花很多很多時間 所以代表說這個計畫 其實在之前就已經花很多時間去過 當然 在整個課程發展是經過非常長久的過程 從素陽導向這個是剛才開的是12年 國民基本教育研究發展會的一個總綱 那這個總綱其實是相當相當多的同仁們 花了非常多時間 從2013年5月 所以 組成研修小組 然後我加入的時候已經是到課發會了 那我們現在課發會雖然已經差不多研修圈都已經做完了 現在在等課程會 那課程會這次也甚至特別就是有包含學生加入這個課程會來檢視這個課綱 那他們作為利益相關者 我想也可以很好的給我們一個角度 就是我們制定出來的這些東西 到底對學生是不是好用的呢 具實是這個課綱 是不是老師也要接受生活的學費 是的 我們有規劃就是相當多的失陪 但是我想失陪只是其中一步 另外一步仍然是讓尤其是偏向的一些地方的設備 對 因為當然最理想的就是說你這個交通非常的順暢 然後最好的老師教材你可以尋回教教學之類 但是並沒有那麼容易 那在台灣我想我們很幸運的是說網路普及率非常高 然後網路比馬路容易易見 而且比較容易通 對 網路比馬路快 那所以我們現在的一個想法就是也是科技指導教學 那我們會用這個特別預算 讓各個學校都有充分的頻寬至少同一期 那也可以讓就是兩個教室 就算一個在地道一個在市中心 他們可以結合在一起 然後形成所有的雙式教學 或者這樣子的一個感受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才是能夠形成一個持久的關係 不然的話你不管上幾個小時的失陪 那個小時老師一回去他還是很孤單 對 那所以我覺得說讓就是教學圈 不只是共同備課也能夠共同上課 這個也是另外一個就是我們覺得說很需要的 因為不然的話就會變成是沒有掌握教材交法的地方 跟有掌握教材交法的一些都市 接下來會變成完全那個digital divide 會更可怕的 這個是全省會同時間一起實施的嗎 對 應該現在延後的一年了嘛 所以其實是2019年才實施 但是很多學校已經在實施 然後教材交法適配都在做 這樣子的一個課綱的 不是課綱 就是這樣的一個素養的一個培養的這個元素 但是在其他國家也是很普遍 對嗎 還是說其實 其實在東亞我們算是走的比較前面 然後我覺得每個國家國情不同 台灣的比較特別的是說 我們剛剛開始有言論自由 所以我們非常在意言論自由 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但其他國家可能沒有那麼看重 尤其是亞洲國家 他有時候會覺得言論自由 就是跟國家安全 或是跟經濟發展 比起來可能是稍微低下一些的價值 但是在我們這邊幾乎是提到了 就是最上位的價值 對 那所以我們在編課綱的時候 也特別就是讓老師的這個權威性 更進一步的就是降低 老師變成跟學生一起學習的人 對 對 那這個在亞洲國家理論是少見的 所以其實某種程度上 就是也是壓力滿大 因為其他亞洲國家 我不會也是看說台灣在做這個 有點像一個 等於說是亞洲國家裡面 比較前面走這樣子的一個課堂的方式 壓力會很大嗎 應該是還好吧 而且我想我們就是提供一個實驗的場域 那即使是做不好 或者是說會有一些不好的情況 我覺得只要誠實的貢獻出來 那也是幫整個區域付了學費 我覺得這不是一件關係 對 因為其實我們這一次 除了剛剛提到的幾個議題之外 我們其實很有興趣知道的是 這個新的這個 不能講課槓 它是一個素養的一個 你可以講課槓 它也不是課槍 好 就是一個課槓的一個實施 那如果我們希望說在這個議題上 能夠再多一點點的 怎麼講 對它的一些想法跟觀察 我們其實希望是會要請唐建華達文的活動 想要去分享關於這一方面的一些想法 對 但是我覺得我不是很適合 就是說雖然我是前課發會的成員 我現在畢竟已經交界標課發會的工作了 所以我覺得更適合的可能是我們 然後可能永山主任或者是國教委員的其他的 實際還在就是進行課槓工作的朋友們 那他們也是很辛苦 因為本來以為就是會提早實施 所以一切都非常緊鑼密 那現在多了一年 反而有多一年的準備空間 而且我們可以把社會課槓也同時上路了 那我覺得這個我覺得是很好的 因為以前大家會覺得說爭議達到一個程度 可能無法處理 但是我覺得這一屆政府會覺得說爭議無論多大 我們都試著處理 那我覺得這是還蠻好的 所以不管是教育部的朋友 特別是國教院的朋友 我覺得他們會比我適合 在現在這個階段來講一些 因為其實我們對於這個計劃 我們希望說它不是只是一個計劃的描述 而是它可以帶到一些 可能剛好是唐先生您在這個資訊開放的這個 整個過程當中看到的一個高度跟觀察 去可以運用在這個計劃它的描述上 所以是很希望說 講師傅也可以來到我們的活動上 那我知道當然就像您講的 這個計劃從2013年 2013年就已經開始籌劃到現在 當然這中間出力的很多的就是長官們 跟前輩們他們是非常適合去講這個計劃的 但我們是比較希望說這個計劃成為一個 等於說它是一個案例 但是從這個案例我們拉高角度去來看的話 這個案例它代表什麼樣子的一個社會現象 以及說我們未來對於這個案例上 能夠去怎麼講 去接下會發展的可能一些趨勢 我們應該怎麼去看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會覺得說長官會是非常非常適合的人群去講這個 我覺得當然有兩個時間點 就是說因為課審會現在畢竟還在審查 所以我不是很希望我去用課法會前成員的角度 好像去說課審會一定要讓某個部分過啊 其他部分之類的 所以當然如果課審會的人自己也會講 也許反而沒有這個問題 但是我覺得總之它現在是一個審查的過程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因為試行的時間已經往後壓了 所以確實我們在試陪或者是試這樣過程 也許真的如您說的 就是說因為是一個比較實驗性質的東西 我們會發現一些要檢討 那我現在喊太大聲了 那也可能也不太好 所以我覺得說它有一個時間點 就是如果是到好比上說2019年初 就是確定在那個學期就是9月就要試行 定版出來了 我覺得那個時候來討論可能會 對整個參與課堂工作的可能會比較好 如果我們是以一個比較概念性的方式去思考 就像我們那時候您也一直提到的就是說 這個其實我們如果不用課當這件事情來看的話 反而它是一個模式的素養 它是一個思考的素養 來看這件事情 我們去討論這件事情的話 您覺得會不會比較適合 就跟教育就脫鉤了嗎 我覺得不是脫鉤 而是說它是教育的一部分 但是因為這個計畫它還在醞釀當中 那所以有很多事情 它的細節是不方便去太公開討論的 對 可以公開討論 只是我不適合公開討論 你們都可以公開討論 所以可以公開討論 但是因為它很多東西還沒有定案 所以不太適合去有太多的定論 對 不適合構成定論 對 討論當然很好 對 所以如果我們用一個比較概念性的方式 角度去切入討論 以這個當一個其中的案例 然後我們來講就是所謂批判性思考 媒體素養這件事情 以及連接您過去的一些經歷 去看這樣子的一個社會現象 您覺得會適合嗎 如果以這個角度去切入的話 不過您剛剛講的幾個是 其實是邏輯上是有點分開的 我們看一下 您剛剛說的是說 critical thinking 對 這個是先的 對 然後媒體素養 那課綱是相關的 是不一定要綁在一起的 對 然後您剛剛又說到的是說 我自己過去的學習經驗 是不是 就是在您參與的幾個計劃當中 不管是polis 或是就是資訊開放這件事情 就是critical thinking 中間的連接性 對 對 OK 然後 OK 所以最後導向是說 就是怎麼樣就是 民主生化啊 什麼這一類的嗎 對 對 對我覺得我還是在心裡講 就是說 嗯 這一整套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辦公室 呃 不法人可以講 哈哈 不一定要我講 這是一件事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說 我們之前有 有稍微檢討啦 就是說 呃 因為我現在的多重身份 嗯 就是說當我說我過去參與什麼什麼計劃的時候 我現在實質上是有行政身份的 嗯 所以它某一個程度上面會被媒體解讀成一個signaling 嗯 就說就有點像是我們兩個 這個相機部長 他說這個AI這個要怎麼樣發展啊之類 對那它有些其實是 他說他在就是 教育部的時候的一些貢獻 嗯 可是因為他現在是科技部長 所以大家就會直接解釋成說 科技部長要好做這樣 嗯 就是這個是比較 比較難去區分的 嗯 但是如果是我們辦公室其他朋友 就是完全只是就他們 呃 像剛才您提到在VTIM計劃 或者是在其他計劃的實際的具體工作 嗯 來做分享的話 就比較沒有這個signaling的一個問題 嗯 嗯 所以這是我主要的concent 對 因為我知道說就是可能 因為像你講的就是身份的問題 所以會怕會說有一些mc的可能性 那 嗯 因為其實我們在邀請講者的時候 我們看的其實 當然這位講者他本身參與的計劃是很重要的 但是 就是這位講者他的觀點 更是我們很希望能夠去呈現出來的 因為其實參與計劃的講會很多 通常不同的計劃 可能每個人參與計劃都很一樣 嗯 但是從這計劃當中去看到的觀點 跟觀察 其實通常都是最寶貴的 嗯 最寶貴的一個資訊 對 所以也是為什麼那個時候會希望說 能夠邀請到唐正偉來分享 嗯 嗯 嗯 我在想說 如果您覺得是身份的問題的話 有沒有可能是哪一個角度是您覺得 比較不會跟您的身份有衝突的可以去討論 因為我們很希望是您的觀點 我想說數位正偉就是好幾位正偉 對 其實我們辦公室的具體的那個roll map 這些設定啊 其實一開始出樣嘛 然後後來放瑞 然後現在當然小婷來了 嗯 其實都就是有不亞於我的這樣子一個參與的程度的perspective 所以我覺得剛才講的幾位其實都很可以作為講者 如果你要的是就是我目前的perspective 其實我只是全身同 其實perspective都是開門形成的 好 對 所以這個是自行現實 那另外一個就是 你問說我有沒有什麼角度是民實相符的 嗯 當然如果是講社會企業 因為這個是我實際正在執行的計畫 嗯 然後在政策上面也比較不會說我是前什麼什麼成員 沒有嘛 因為我是剛接到這個任務 嗯 所以如果是從社會企業的角度講的話 那當然可以 可是我覺得社會企業跟開放政府 雖然它是怎麼講 同構的 但是 就是說我們 我們剛剛講的大部分都是這個嘛 嗯 對 就是說你透過這個參與這個言論 這個批判思考 對 然後呢 讓整個社會更負擔 就是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 大家會去做fake finding 會去找發生什麼事情 對 那這些事情的結果又能夠促成整個社會更透明 大家更知道發生什麼事 那 那隨著這個更透明就可以讓越來越多 可能本來不是學法律 或者是學資料的人能夠參與 那然後 還有擴大參與的這個base 大家對於關心彼此的社會事務更熱心 嗯 然後有更多參與之後沒有 有更多的就是account可以用 那接下來又可以更透明等等 嗯 那是一個很良善的選項 對 對 那就是同樣的我們現在在處理社會企業的時候 嗯 也是同一個想法 就是說以前好像都是有一些NPO 然後就捐錢嘛 那或者是說賣東西就買東西嘛 它是一個單向的關係 對 對那但我們現在想法就是說 欸每一個社會企業它都是一種不同的創新 嗯 不管它是合作社是基金會或者是公司 嗯 它都是社會跟企業一種新的連結的方法 對 它可以達成社會使命解決社會問題 但是是用企業的語言 嗯 在說話 那當然每個創新不一樣 有些創新是參與式的 就是它會要讓它的客戶 它的利益關係人 所有甚至是一起中田的朋友們 都加入這個企業的應運 就是智力上的創新 那也有一些是比較是循環經濟上面的 或者是就是環境友善 友善土地的這方面的創新 那但是這樣的創新 當然會讓社會更好 這樣智力又會讓整個企業環境更好 就不會變成好像左開右開 永遠不講話這樣子 對 所以它也是一個良善的循環 那所以這個智力的部分 因為我們單獨抽來講 當然我們可以講到那一整套 但對我來講 這個只是一個部分 它是放在一個更大的 社會系列環境的脈絡底下去談 所以如果是從這個角度的話 那我就比較能夠貢獻 因為這畢竟是 就是我現在實際做的事情 那這個的話 這個裡面目前 就是您剛剛說 像目前您自己個人計劃裡面 在治理這一塊是在 有一個road map 對 OK 好 對 那其實社企的環境上 特別是法治環境上 我們也有一個road map 所以就是說 把這個就是跟大家做為分享 就我們不敢說 我們來定義一手的企業 對 但我們可以說 有一些是民間可能 就是完全 不能完全由民間做 他們有法治的協調 這個還是需要工部門做一些事情 那同樣的就是說 工部門如果真的要在各部門 就是各個部會之間 對社企有一個一致的態度 或者是有一些必死理解的做法 我跟地方政府有一些配合 這些也不能純靠民間 對 我們可以支持民間 但是我們不能就是完全缺席 對 那所以就是說在這些部分 我覺得這個是 當然我可以分享的 裡面還是會碰到治理 就是還是會碰到剛才的這些 但它是一個背景 它不會是 就是演講的詛咒 不會好像是 我要把台灣變成一個 多麼有這個批判思考能力的地方 那我好奇問一下 在這個 這塊治理這塊的road map裡面 譬如說您剛剛講說 這個是其中一個環節 是 其中一個案例 應該說這是執行的方法 這是執行的方法 對 就是當我們說開放式治理 或多利益關係人治理的時候 我們講的就是從 當然你要進入這個 你要先需要做一定的數位的轉型 不然的話如果都是受寫稿 其實很難透明 對 但你要從透明進來 那進來之後你某個方面透明 或者說某些部分透明 就不要含容金 那一部分的人 他們就可以參與 他們參與 當然會想知道他們所提的意見 或對話 最後有沒有落實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account publish出來 那我們publish的時候 如果又能夠再更捲動 更多一些人 讓更多一些人看到 他們又可以再進來 智慧越來越大 所以換句話說 就是在這樣子的一個計畫當中 在這裡的road map裡面的結構 對 你把它放大的話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子 OK 這很有趣 好啊 如果您覺得用這樣子的角度去切入的話 會比較適合 我覺得也蠻棒的 可以嗎 可以啊 那我們的活動是10月15號 然後我們這邊的行程會適合 十月15號 嗯 是個禮拜天 嗯 它是下午還是 嗯 它是一整天的活動 嗯 我們當天是四個指題 嗯 對 所以從早上到下午都有 都有節目的 嗯 那如果您那一天哪一個時段是比較方便 我們可以在1到0的時段去安排 不過基本上我們會以內容去安排長者的順序 好啊 我想尊重你們 因為我那一天是都沒有談事情 好 所以如果我們現在講的就是說 社會跟企業中間的創新連結 嗯 然後我主要談的就是在智能環境上面 我們所做的一些事來分享的話 應該是可以 對 因為其實我覺得這個觀點也很棒的原因 是會 我覺得雖然說在台灣現在社會企業的這個風氣 越來越普遍了 但是其實 就是一般民眾對於社會企業怎麼在民間跟政府中間 嗯 產生連結 就是說大家個別可能都有聽過 什麼永續啊 什麼都有聽過 對 可是這些東西到底有什麼關聯 比較不清楚 對 對 好啊 我想我們我覺得 我覺得談一些實際的案例 我覺得有個優點就是說 就不會像SDGs 就是如果你要一次都講 對 就很像背口號 因為你每個只有10秒鐘 對 我們是18分鐘 對 我的意思是說18分鐘不可能談12個題目 對 沒錯沒錯 對 所以我覺得說我就是挑一些案例來講 嗯嗯 這樣你們要是覺得可以 我們就這樣分享 可以可以可以 好 沒問題 太好了 好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嗯 嗯 就再請唐先生給我們留15號的時間 10月15號 嗯 那如果您這邊實驗也可以的話 我們14號其實就是一個總彩排 嗯 如果您實驗上可以的話 嗯 我們都會邀請所有的講師到我們的活動會場 嗯 就等於說走一遍演講的部分 這樣子可以熟悉環境 嗯 好 我就都先留下來 好 OK 太好了 謝謝 謝謝 因為我們這一次其實 那您一直在參與的計畫是我們一直都很希望能夠在明年上分享的 那今天很興奮的也聽到說您可以用社會企業的角度去切入 因為其實社會企業 我們一開始在做的時候也是希望說社會企業這樣子的一個力量它是可以更普遍化可以讓更多人知道 因為畢竟它是一個就是在台灣可以算是一個新奇的一個風氣 當然在國外它已經不是一個新的 對 對 但我覺得更多人知道它越能夠成熟的機會更大 對 所以如果說可以用一個更就是像您講的主政府在這裡面可以辦一個角色是什麼 或許它可以引起的公共討論會更多 是 對 好 OK 太棒了 那我們就就這樣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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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要派照 對 有可能把它窗臉打開 沒有問題 其實這樣會不會排量還是 不會 這樣會比較慘放比較 嗯 對 這樣 直接拉就這樣 應該只是 應該是 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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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可以嗎 可以啊 可以啊 拉起來也是可以啊 有點爽 這麼做 就這樣 還是 可以 不要 看到 看 你是 你 真的嗎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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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